你的声音要有一个立体感 你的立体感要怎样的建立起来 你声音的立体感 你要在包厢的底层让人家听得到 而不是由麦克风帮你传音 扩大音的歌 那你就要看你怎样的 一 定 然后你 然后再送 那么声乐计划的那个 主要的就看你怎样的心定体重 那么假如你唱流行歌曲的话 你用真真就是讲话的真 真音乐计划叫你虚真 也就是所谓的假真 只有假真可以走两个八度 真真只可以有一个八度多一点点 等一下我们可以在方题上面 间谍哪一个是真真哪一个是虚真 但是我现在要你们做一个 就是说你们有了虚真 小的什么样的把这虚真走两个八度 也就是说让你们有头腔共鸣的话呢 中间会有一个过程音 这个过程音也就是说 那个音域的去的高度 从那个地方开始走你的头腔共鸣 南低音 女低音 南中音 女中音 南高音 女高音 都会是同样的一个音域的过程 那么女高音跟男高音呢 他必须要经过女生的高音 跟男生的高音的话 他必须要经过女低音 女中音的过程 然后才到他自己的过程 男生的男高音也是一样 他必须要经过男低音跟男中音的过程 然后才到他自己的过程 所以常常世界上面总是觉得说 找南高音很难 要拿探照真样的去找 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声音稍微比较稀奇 而且唱起来他们是很失利的 那么一个中头的 这个头腔共鸣的 这个用气的力量的方法 跟你们在自己上面支配的话 是三个小时成功的耗费的力量 那么现在要讲这个 地体的这个过程 阴的这个弧度的时候呢 你们就要用你 运用到我们中文的命门 命门要支撑 所以命门在哪里呢 就是你的肚脐眼翻到整部 那个部位就是我们的命门 好OK 那也就是中医的针灸的力量的部位 所以我讲的话 那么你们现在自己要晓得 怎么样的建立起他的声音的力量 让他走第二个八度的头腔共鸣的过程呢 这个气呢吸饱 好 口吓呼吸 看到了 内缩上身 下面是真空的 你的力量自动的就会压下去 你们力量压下去的时候 后面的感觉是双双的 看看有没有那个感受 气饱 顶出去 然后内缩上身 不要把气漏掉 缩上去 内缩上身 所以自动的胸腺就可以看出来了 然后再把气用掉的时候 同样的由下面把它挖出去 你们的命能有感受得到吗 有吗 有没有 还没 还没啊 好 先吸吧 再来一次啊 口吓呼吸 装吧 装到底 你看像一个球一样的 打它进去会有弹性的 不要把气漏掉 内缩上身子前 你的命能自动的就会压下去 你命能压下去的时候 你会感觉是这样 你后面的那个部位感觉是这样 有撑着没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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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 有可能你们会有那个感受 你气气把哦 那招上身起来的时候 你自己的感受 这个后面就好像是 有一个肌肉的撑撑在那里 有吗 有吧 不可能没有了 不可能没有了 我也是 跟你们一样的 我会经验 对 有没有 OK 好 那个时候呢 就是你们自己在上 那个过程音的时候呢 你们自己的气的高度呢 就必须是以那个部位 来做 平等的那个定位 你可以看到 那个肌肉上面的过程音在等于气的位置 就要提起来了 然后呢 你的声音才会帮助你 进入你的头伤构 你假如没有气的高低的话呢 就在伤害你的声带 OK 好 现在大致上面 你应该可以就是说 简简单单的 简单单的 正确计画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例呢 给了你们 但是呢 这个东西呢 要把这个 搬在那个上面 让你们自己的声带去发声 现在有一个问题是 这个Minder的教学法 它一开始有一个 声带的体操练习 体操练习呢 是让你用你的真声 讲话的声音 去让声带开关开关跟气的运用 然后呢 还会走 舌头 驱伸练习 中间还附在一个舌头的伸缩的练习 所以呢 这个是 为什么说是 已经算是 绝极了的一个 一个 技术的一个教学呢 也就是它 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OK 跟别人的方法不一样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个 开心态的练习 OK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